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联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吴君丽的戏剧人生 今集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吴君丽演出过的粤剧和拍过的电影 首先吴君丽自己曾组织过一个新例声乐剧团 这个新例声乐剧团有什么成员呢? 这个新例声剧团大约1987年至1993年之间 就是与陈剑星、新海串组成的 组成了这个剧团曾经参加过市政局举办的 唐狄生作品回顾 这个回顾在1989年6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与他一起演出的就是有陈剑星和新剑朗 剧目是6月4日双鲜拜月庭 6月5日白兔会 6月6日香罗宠 6月7日花月东长己 6月8日白花亭震监 另外吴君丽也演出过一些其他著名的唐狄生剧目 包括醋鹅传 这个醋鹅传就是我们平时所认识的思考记 即是霜珠凤、香狼记、血罗三、黄左断鼻、 而吴君丽成名的剧目就是梁洪玉 激鼓退金兵 此外在电影方面 吴君丽组成了新立星影业公司 曾经出产过几部电影 其中由吴君丽做监制的有两部 分别是1963年的《慧郎》《头断》《也心田》 和1964年的《难归怨妇》 另外也和任劍辉和《新马仔》 合拍过一些电影 分别是梁洪玉激鼓退金兵 大名忠列传 血染楚皇宫 京阿赤秦皇 蘭征闹炎虎 奉笛云歌 李如征 白兔会 香罗宠 錦罗姬 一彎微月半寒寒 一流风雨夜归人 另外他也和林家兴拍过电影 分别是1967年的《龙凤曾挂岁》 1967年的《李思思》等等 接着我们会跟着年份次序 跟大家分享 吴君丽拍摄过电影 在1955年 1956年有《卖怪鱼龟山喜和》 《卖怪鱼龟山喜和》 《饿身尝胆》 《玉女香居》 《蟹前滴水》 《孟明三夕》 《孟天子》 《情斗初开》 1956年有《孟明三夕周语》 《梁洪玉激鼓退金兵》 《吕蒙症借造》 《云上衣裳花上蓉》 《血染楚皇宫》 《荆蛤赤秦皇》 然後到1957年 有以下的作品 《毛头东宫生太子》的《下集大激角》 《风火弃诸口》 《神妻暮嫂》 《陆导何仙姑》 《大明宗列传》 《王妃入楚冠》 《香罗宠》 《包公嫁女》 《梅开二道》 《猜头讽》 《涉平贵与王宝村》 《雄叶仙远》 《龙虎门》 《劍底情冤》 《斩荆堂》 《罗通素北》 《猛鬼桥》 然後1958年 《吴君丽有以下的作品》 《雙先拜月亭》 《断祥碑》 《狸貓换太子》 《涉江打爛太廟》 《李如晶》 《十萬同思》 《張秦撒妾響三君》 《漢公生史恨》 《三皇家二喬》 《妻言指孝武含冤》 《范妮花》 《金剛鎮產子》 另外還有一個名字 《醜鬼楊帆投胎》 《芙蓉恨》 《燕之馬三鬥王飛鴻》 然後1959年 《吴君丽的作品》 有《金殿審人頭》的上集 《獨虎點天》 《雙孝子劈官救武》 《七合五二》 《夜探蔥燒柳》 《隨却無山不是魂》 《花燈照玉郎》 《金殿審人頭》的大結局 《白兔會》 《杜娟提血點點紅》 《彈家公主爭駙馬》 《兩個大拋禍》 《大破銅網陣》 《友仔萬事足》 接著是1960年 1960年 吳君丽有以下的作品 《血掌奪親耳》 《燕陽光遺恨》下集 《冷暖親情》下集 《玉郎奉奉奉奉何春宵》 《虎兒宋米記》 《錦羅記》 《雷冰庭》下集 《教子易君王》 《人頭審皇帝》 《附箭何文修》 《人頭告御長》上集 《龍虎關前列女魂》 《燕陽光遺恨》上集 《天倫鏡》 《冷暖親情》上集 《鳳笛雲歌》上集 《精鵝赤虎》 《雷冰庭》上集 《三十雷》 《三十年燕之旅》 《可憐庫馬》 《可憐妻》 《可憐妻》 《一九六一年》 《一張白紙告親夫》 《孤奉淚》 《百門斬女報》 《兒女情心》 《山花旅俠》上集 《喉門縣》 《雙飛蝴蝶》 《紫母橋》上集 《萬里風煙沉梅起》 《追雲泰極飆》 《一劍九連環》 《百鳥朝皇》 《余眼曲》 《山花旅俠》下集 《蛇頭苗》 《紅爐火》 《紫母橋》下集 《雷電相思》 《舊太子》 《環珠淚》 《怪盒粉菊花》 《一流風雪夜歸人》 《蘭晶鬧炎虎》 《冷戰夫妻》 《白帝城會妻》 《龍虎陀俠傳》 《秦漢三道涉雲寧》 《半劍一寧》 《大城七彩片大集會》 《1963年》 《九九九》 《我士兇手》 《半劍一寧》 《上集》 《1.0西化彩虹》 《離江河半血海仇》 《下集》 《血滴九龍杯》 《情合華雲龍》 《萬毒金蟬》 《萬惡淫為首》 《滴滴池武雷》 《慧郎頭斷也心甜》 《離江河半血海仇》 《上集》 《情之易准》 《春鵬戲鳳凰》 《龍虎風雲劍》 《血掌印》 《北凤藍黃》 《隔離鄰舍兩家親》 《雄靈血》 《滿堂吉慶》 《蘭龜冤婦》 《工廠玫瑰》 《秋葉蒙》 《一彎微月半寒嵌》 《通天師傅》 《香城九鳳》 《1965年》 《吳君麗》 《以下作品》 《血掌》 《百子千宣》 《情長易更長》 《雄心太子》 《特務黑之珠》 《欣義難忘》 《血染蝴蝶山》 《出駕松妻》 《勵良尋夫妓》 《看牛仔》 《祭公鬥八仙》 《青青河邊草》 《1966年》 《冤魂鏡》 《兩個冤家表錯情》 《觀音得道》 《香花山大賀首》 《1967年》 《情合鬧船公》 《月向那方圓》 《玉女飛龍》 《李詩詩》 《遙遠的路》 《暴風捉影》 《鐵面無私》 《包公審污盤》 《明月千里寄相思》 《風流才子》 《肖丫鬟》 《龍鳳爭掛水》 拍到1967年之後 吳君麗·麗姐 就沒有再拍電影了 然後去到2008年 2009年加入了無線電視 演出過一輯處境劇 《不打自己人》 在劇中飾演《中溫計好》 另外在1992年 在新加坡的《新傳媒》 參演過一套劇 《戲劇人生》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吳君麗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也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 阿恩與阿娘頻道 我們下一集 繼續和大家分享其他靈人的故事 好,拜拜